NBA总决赛应该算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篮球赛事了 极烈程度是其他比赛所不能企及的 毕竟全世界的篮球运动员都想往的NBA最高荣誉就是总冠军了 那么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总得分排行榜又是如何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自从1985到86赛季 至今总决赛的总得分排行榜 总决赛得分王詹姆斯托文 詹姆斯1383分 向皇帝詹姆斯出的极巅峰 15年之后一看还是巅峰 目前已经是九季总决赛 一共打了49场 雷奇砍下1383分 投了命中率47.2% 1101中520 三分球命中率34.3% 251中86 罚球命中率73.9% 348中257 詹姆斯现在到了西部 进总决赛要比赛中不能多了 但是目前这个分数 后面的人想追上课不容易啊 篮球之神乔丹Top 2 乔丹 1176分 乔丹的得分能力在NBA历史上输一输二的 打过六次总决赛 全部拿下总冠军 全部都是他拿下FMVP一共打了35场总决赛 砍下1176分 投了命中率48.1% 911中438 三分球命中率36.8% 114中42 罚球命中率80.6% 320中258 乔丹的三分球并不是他的强项 但是总决赛的三分球命中率真的是不低啊 比詹姆斯还要高一点 黑曼巴可比Top 3 可比9 37分 可比作为最接近乔丹的得分后卫 他的得分能力也是很强的 一共打了37场总决赛 砍下937分 投了命中率41.2% 808中333 三分球命中率31.4% 153中48 罚球命中率84.8% 263中223 可比的命中率说学话一般 这也说明了总决赛的强度有多大 另外前三人分别是詹姆斯 乔丹和可比 这也恰恰证明了近代的三大超级巨星 为什么是他们 大鲨鱼 奥尼尔Top 4 奥尼尔 865分 奥尼尔应该是近代NBA最具统治力的内线球员 一共打了30场总决赛 砍下865分 投篮命中率60.2% 565中340 罚球命中率48.4% 382中185 这罚球命中率和投篮命中率也差太远了吧 尴尬 尴尬 命中率六成 罚球命中率不足五成 好好练罚球还是有用的 是否 邓肯 Top 5 邓肯 708分 整个职业生涯 邓肯 都没有学习过季后赛 不得不说Muff的厉害和登肯的威力 他一共打了34场总决赛 砍下708分 投篮命中率48.5% 551中267 一共输手过五次三分球 不过都没有命中 罚球命中率71.124中174 闪电下 韦德Top 6 韦德 693分 韦德在三年级的时候 南枪匹马 大班小牛队 应该还有不少人记得吧 0比2落后 当 零下四成夺冠 目前他一共打了29场总决赛 砍下693分 投篮命中率47.6% 529中252 三分球命中率31.145中14 罚球命中率74.8% 二三四中175 最强二当家 批鹏Top 7 批鹏664分 NBA历史上最强二当家 何乔丹大当简直是无敌般的存在 何乔丹一样 他也打了35场总决赛 砍下664分 投篮命中率42.5% 579中246 三分球命中率25.6% 117中30 罚球命中率74.7% 190中142 三分大师库里Torbit 库里558分 NBA历史上最强的三分球投手 没有之一 目前他一共打了22场总决赛 一共砍下558分 投篮命中率42.2% 429中181 三分球命中率39.7% 247中98 大球命中率91.6107中98 以勇士队的阵容 估计还能进总决赛几次呢 库里的排名估计 还会蹭蹭蹭往上涨 法国跑车帕克Top 9 帕克 479分 当年马斯的GDP在联盟里可谓是巨诈风云 厉害的不得了 帕克目前职业生涯打了29场总决赛 一共砍下479分 投篮命中率45.6% 428中195 三分球命中率35.2% 54中19 法球命中率63.1% 111中70 作为一名后位 帕克的法球命中率有点尴尬啊 帕孟奥拉朱网Top 10 哈吉姆奥拉朱网 467分 帕孟的一名技术型内线 当年的梦幻脚步独步50 直印生涯打过17场总决赛 一共砍下467分 投篮命中率48.8% 383中187 三分球出手过两次 而且这两次都进了 太神奇了 法球命中率74.0% 123中91 看了整个榜单 其实超过1000分的也仅仅有两人 一个是乔丹 另外一个就是詹姆斯 真的是不容易啊 他们注定是NBA历史上的大言人 另外 这榜单如果这十人都在巅峰的话 估计也没哪支队伍 可以跟他们PK一下了吧 你觉得呢 有你 下空的小君 前哟 识弥